国际排联正式公布 李盈颖的职业生涯迎来 例外惊喜升级 中国女排人心振奋 球迷沸腾 朱婷释怀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也是在第一周的女排国家联赛结束之后 对于咱们而言 广大的球迷也是收到了一条 振奋人心的喜讯 国际排联也是正式的公布了一个意外惊喜 让李盈颖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次 华丽的升级 意味着她将会成为我们中国女排 绝对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让中国女排进入到后朱婷时代 又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 将会引领着中国女排重返巅峰 意味着李盈颖在这一刻起 她将会正式的取代朱婷 跻身到世界超一流主攻的行列之中 意味着她将会成为蔡斌手下的 绝对的王牌战将的第一核心 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姐 引领着中国女排去重塑辉煌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惊喜 利好消息通过这条视频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那么众所周知 咱们中国女排在女排的国家联赛第一周比赛 是取得了四连胜的佳绩 球队拿到了四连胜 目前排在积分榜的并列第一位 可以说这个成绩是能够让广大球迷感觉到满意的 那么相较于去年的女排国家联赛相比的话 本年度的女排国家联赛 中国女排的整体的表现 可以说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如今这支球队给我们感觉成长成熟的很快 而且球队的拼劲顽强度 韧劲各方面都变得更强了 而且打硬仗的能力 打逆风球翻盘的能力也很强 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打日本女排那场比赛 我们打日本女排第二局比赛一度8比16落后 正常来讲的话 其实这么巨大的比分 很多球队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是中国女排我们硬生生一分一分拼了回来 上演了一个绝地翻盘逆转 能够看出这场比赛就非常的提人士气 能够拿下了与日本女排的第二局比赛 就让中国女排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 让球队能够在这种巨大分叉的逆风翻盘 让这支球队的气质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这就是让中国女排能够得到 大幅度整体的能力提升 竞争力提升的核心竞争力的保障所在 让球队可以说是收获颇风 那么这支球队如今给我们的感觉是 从此前的一个看上去 没有领军人物的一个无核阵容 变成了有核心在引领着球队前进的 这样一个有核心的阵容 那么这个核心是谁呢 毫无疑问就是李盈颖 作为后朱婷时代 中国女排能力最强的主攻 那么李盈颖这位林盈后的主攻 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为世界顶级主攻 可能去年国家联赛期间 可能大家感觉李盈颖的能力 还无法取代朱婷的作用 但是在本在季我们却发现 李盈颖她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已经正式的扛起了中国女排主攻位置上的大棋 成为了中国女排绝对主攻位置上的第一王牌 也让李盈颖能够真正的取代了朱婷的作用 甚至说她的作用已经完全不逊色于 甚至超过了朱婷 她在支持球队的这种核心的价值 核心的地位 甚至不要说在我们国内女排联赛 是放在整个世界女排联赛 任何国家队的一些主攻位置的球员 跟李盈颖相比的话 目前也都只能是望其向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通过第一周女排国家联赛的各项数据对比来看的话 李盈颖完成了霸榜 那么她除了在总得分87分排名第一之外 那么包括她的扣球得分 进攻端的得分78分也是排名第一 包括她的扣球成功率 以及她的扣球效率 各项数据值 总共四项数据 全部霸榜排在了整个十联赛 所有球员的第一位 对吧 这就足以证明了 这四项数据全都排在第一 李盈颖就是当今世界进攻能力最强的 世界第一主攻 甚至都没有之一 她是唯一 那么伴随着国际排联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之后 就给了李盈颖她的职业生涯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升级 让李盈颖疏离的自信心 给她鼓舞了很强的这种气场 让李盈颖接下来也将会用更高的标准去衡量 要求自己让自己未来不断得到更快速的提升和进步 让李盈颖彻底的完成一次华丽的蜕变升级 成长为世界最顶尖的主攻 目前来看她也已经在无限接近于这个目标了 对吧 所以说当李盈颖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主攻的时候 有了她的领先引领中国女排我们重返世界之巅 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个消息对于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来说绝对是人心振奋 也终于让朱婷可以释怀了 让朱婷也可以放心了懂了 那么由李盈颖在朱婷就可以安心的在家养伤了呀